日本妹子真的很爱化妆 甚至连倒垃圾也要化 很多人来日本都开始化妆了 如果日本妹子没化妆又想去倒垃圾怎么办 当然你可以叫你对象去倒 对了你没有对象啊 那你的选择就只能是 接下来你知道为什么日本大街上戴口罩的人那么多了吧 日本有篇论文叫 首都圈大衣女子化妆时态 据调查显示76.7%的大衣女生会每天化妆 23.3%的女生会时不时的化妆一下 完全不化妆的比例呢是零 试想一下我们国内的大衣女生都是什么样 很多日本妹子从初高中开始就化淡妆上学了 甚至早一点的呢小学也开始学化妆了 上了大学之后基本就是全妆 很多日本家庭主妇即使一天再加大孩子 她也会化妆 这时候你们会问了 为什么日本妹子这么爱化妆呢 第一化妆使人自信 日本妹子有种说法是 意思就是不化妆开不起来 其实这点我还是蛮能理解的 就是化妆可以让女孩子变得更开心 化完妆了吧整个人就变可爱了 加上别人一吹捆了 哇整个人非常有自信 所以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日本妹子如果出门要去见人的话 是一定会化妆的 因为她们觉得素颜见人很羞耻 恥恥 干嘛要羞耻啦那就是你自己的脸啊 第二社会压力 跟我们国内不一样 日本女生几乎人人都化妆 所以如果你不化妆的话 反而你会是人群中乍眼的那一个 为了避免这种不可取能 他们只好选择化妆 所以很多日本妹子在素颜不想化妆的时候 她也会戴上一个口罩 相信有很多留学生来日本都养成这个习惯 好像你素颜走在街上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如果你不化妆的话 人家反而会担心你 会觉得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失恋了 或者是生病了 得癌症吗 我自己在日本就经常不化妆去买菜 最开始大家真的会稍稍侧目 但是谁要在意这些人哪 我丑到影响你买菜了吗 拜托化妆卸妆很麻烦的 不要对女生要求这么高好不好 你看那个大叔他没洗头 他比我还丑 看他看他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化妆了 但那个时候大家都素颜 所以只有我化的话是比较乍眼的 然后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个同学 就是阴阳怪气的吐槽我说 哎你天天化妆是不是想保持美丽 随时迎接你的真命天子啊 没错 我是想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但并不是为了迎接什么天子 而是为了让我在自己喜欢的状态下 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时刻 你不懂 第三 女生就该化妆 这点千万不要学 我觉得已经变态了 在日本有种风气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化妆就是不礼貌 这种思想在日本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会比较严重 特别是在工作场合 如果你去打工的话 没化妆老板是不会让你去接客的 接待客人 接 一样 有人说女生化妆和男生剃胡子是一样的 非常公平 不一样啊 谁说我们女生不剃胡子啊 这些小孩们我们都是要处理的 还有人朴唇猫呢 化妆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步骤了 同样都是人保持清爽整洁干净 不就好了吗 工作场合注意仪容仪表 我觉得是没有毛病了 但是日常生活里化不化妆 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吧 其实除了日本 韩国对于女生化妆的要求 还是非常苛刻 不久前在韩国就发生过 女生因为不化妆而被惨遭殴打的事情 简直比苏秉承还不可理喻 世报者还在过程中不停地说 这两个女生不化妆实在是太老了 这个时代对女生的要求真的很高 好像无时无刻不再传递一个讯息 就是展现衰老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可问题是谁不会变老呢 这个世界的固有观念对女孩子说 你要美丽 对男孩子说你要变强硬 好 好像也对 做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 男孩们不要怕 想做美甲 做 想穿裙子 穿 喜欢粉色 妈 想涂口红 涂 我觉得单纯靠化妆得来的自信并不是真的自信 卸完妆之后你觉得很羞耻那更是没有必要啊 自我而言我觉得获得自信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接纳自己 接纳你自己身上的每一颗脂肪 接纳你脸上的每一条皱纹 我想卸一个妆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半瞎的状态 总之这个就是我纯素颜的状态 虽然这张脸上有很多缺陷有很多不完美 但是这就是最真实的我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这张素颜的话 这什么要求 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还特别关注一下 感谢观看